讲好农业重养殖 分享农村真实生活 大家好 这里是三诺雷歌 今天呢 是个好日子 我们河南商丘农民种植出来的春茶玉米 今天喜获丰收了 它一共承包了所有两百八十亩地的土地 种植的这个春茶玉米 跟随我的镜头 咱们去现场实拍一下 看看它种植这两百八十亩地 它这短短几个月的时间 赚了多少钱 每亩地的产量究竟会如何呢 是不是比你当地的产量要高一些呢 要不随着我的镜头 咱们去现场上实拍实拍 当我到达这个现场的时候呢 可以说这个玉米的收货机正在收货 正在收货 而且呢 当时我也问了这个老板 我说现在你这个玉米长势不错吧 当时他也说对 今年产量还算可以 因为今年呢 这个可以说种植这个玉米 它的这个这个风调雨顺 还是比较不错的 有雨 天气还算可以 另外呢 在我当在现场拍摄视频的时候 可以说这个农民也说到了 今年的产量反正相对来说还算可以 因为它种植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品种 1335 1335这个品种 磅子比较粗 而且也是比较大 大家通过视频呢 咱们都可以看得出 当时我也特意拍摄了一下 这个大棒的这个玉米 通过视频呢 咱们都可以看得出 死力特别大 而且呢 半马指形的属于 产量也是比较不错的 它承包这个土地的 这个承包费用 可以说 也相当不这么高 因为一亩地是650块钱 650块钱 此外呢 它这个 这个人工 人工的话 一亩地大概是 320块钱 因为种植的时候还说人工嘛 说人工 倒料啊 或者是 打药啊 出草啊 这些都说人工的 一亩地的这个成本 人工的话是300多块钱 再加这个成本费用 再加这个种子的费用 反正是一亩地 差不多有1000多块钱 这个成本吧 是不是朋友们 此外呢 它种植这个1335这个品种 可以说 当时我在拍摄视频的时候 它装车子的时候 我也测量了一下 也看了一下 它说一亩地的产量 即便会划到 最低的话是1600七百斤 高的话会划到2000多斤 反正是就是一两千斤吧 产量还是非常不错的 另外呢 它这个也都说 一亩地按照 也都说 1500块钱 15600金百 是不是 不会买 并且现在的市场行情 大家呢都非常清楚 玉米的价格 蹭蹭蹭的 还是往上涨 我们商业的话 一块三毛五 一块三毛七 就是这样的一个价格 目前呢 它比方说 它这卖豆的情况下 反正是一亩地的净利润 基本上会在 1100元左右 这是它的净利润 除了人工 除了这个收玉米的这个费用 是不是 1100元的净利润 它一共是有280亩地的 它说到280亩地 反正是差不多 能赚个小三十万 小三十万的 朋友们 比较不错吧 其实在搞农业这块呢 只要是你那个 种植品种好 然后会管理 其实是我们的 我们的种植物 都提出种植物 根本就是这些 是不是都会有难过 反正是在我 在它这里排出生意的时候 我呢 除了满种费 我会有这个分析 是 好了 以上是变得 简单的给大家 分析了 我们的种植物 吹起来 以后 我们的参与 最低的 它的颜色 也像 我们的 高免 我们的 也不在 作为屏幕看的风景呢 你觉得 它们的产品高不高 比你们那边的产品 是比较高的 你们那边的 一部价格怎么样 有没有我们这么高呢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下个视频 比这个更精彩 下期咱们不见不散 拜拜